兄弟们最近真是太难了 大华镜能搞死人 先是我们小区出洋然后被隔离 我是被居家了10天 最后还有一天到期的时候 我们公司锁在楼出洋了 然后全员居家隔离 最近几天我发视频也是不太频繁了 主要是最近的心情有点郁闷 可能上就是受到这心情的影响吧 最近就发了几次内容就相对来说是稍微有点悲观 所以说看我每天发的内容啊就知道我最近的心情怎么样了 我就是一个这个说话比较直接啊就是说话比较直的人一般不会演示自己的心情 就是做事的方式上比较容易受到心情的影响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就是情商不高吧 所以说这么多年了我的公司做都这么多年了就是还是一直做不大 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啊可能会受到我的影响 就是因为怎么说呀 因为悲观的心态可能会被传染啊 就我现在的心情你觉得我今天要说的内容可能会急急向上吗 对不对 我简单去说一下我最近的心情是为什么不好吗 就前几天我就加克雷的时候就有一个客户联系我就是做一个小程序 合同已经就是确认过了 然后上我那个让我这个把赶紧把合同打印出来就是盖章寄过去 否则他们的财务就没办法付款 这财务他是见到这个盖章的合同以后才会付款的 就这件事一直拖着办不下去 因为现在公司去不了呀 合同仗在公司呢 客户也是催了两三次啊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是我们就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了 就是真解决不了 不过我已经答应客户了 就虽然合同还没签呢 款也没付呢 但是小程序已经让我们兄弟们开始做了 就是我是拉了个群让我们的那个救助人员就是给那个客户啊 对接资料呀 能做的就先做吧 你比如什么注册账号啊 什么买服务器什么之类的 申请小程序啊等等吧 做这些事的同时也全部是去下办公了 那个我估计效率也高不了 在家办公哪有效率高的呢 你想想是不是 在这十一天的时间里啊就是发生过太多这种就是闹心的事呢 你比如有一个客户让我们跟他设计成形成图啊 就图已经设计好了 然后在公司电动上呢 现在去不了公司 结果这么多天了也没更新上去呢 你再比如客户需要给我们开 需要我们给客户开发票 发票需要盖章 合同章在公司呢 去不了公司又办不了 公司的业务是各种的不顺 但是呢办公室的租金呢他是该付还得付 这租金啊不可能会因为你就是你去不了公司就给你免 做你减免 总之呢就是各种不顺心吧 其实呢我说的这些不顺心啊 就是不算算不上什么困难啊 还有很多软件公司就是没活干的 最后就不得不就是解散关门的呢 尤其是这两年啊就是关门的中销这个软件公司啊太多了啊 基本上就是 就什么情况就是大型软件公司参员 中型软件公司啊 降薪 小型公司啊就关门 就没几个软件公司好过的啊 好过一些的软件公司都是什么呀 就是他已经就是做了很多年了 有大量的这个客户基础啊 他只需要把现有的老客户服务好就没什么问题 起码不会影响他们公司的生存问题啊 就算短时间的没有这个新的客户也不太受影响 肯定有很多人说了啊 软件公司怎么会受到这次的大黄金的影响呢 大不了就是全球去家办公呗 程序员嘛在哪里办公都一样 反正有电脑就行 说是这么说啊 就是程序员确实可以在家办公 但只是这个只是解决了一个软件的问题 开发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软件公司的一个收入问题 需要有客户才行啊 你想想对不对 没客户的话哪有钱养活这么多程序员呀 对吧 你像我们这个做软件的公司啊 就是一般的客户都是什么样的客户呢 就是实体企业居多 再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怎么说 创意的互联网公司 一旦那个大业大环境不好啊 就是动不动就是静默的话 实体企业就是说能好过得了吗 你想想 他们不好过了对软件公司的需求也好不了了 对吧 所以软件公司的业绩也好不了哪去了 对不对 不过只作为我们像我们这种这个软件公司啊 还是活着还可以活得也好好的啊 其实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啊就是因为 我们还得利于现在这种大环境 尤其是这两年啊就是那个受这两年大环境的影响就是很多人出不了门啊就是 怎么说啊 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上来了 就是很多这个创意者他也是看到这这一点啊 所以这两年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小程序啊 像什么商城啊本地服务的呀什么团购的什么信息平台呀等等的嘛 都是一些这个 做互联网服务的一些一个一个一个小程序之类的 还有APP什么的 当然了还有很多就企业也做一些线上的系统啊 又是说怎么说 这两年就是所有的公司就越来重视线上了 正是这两年的这个特殊经历啊让很多这个公司老板就发现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嘛 因为有线上这个业务的需求啊 就促使企业就改变了原有的这个 一些这个叫怎么说呀办公习惯吧 需要各种各样的软件系统来的帮助他们提高这个 之前那个办事效率啊 我们结成这个人类成本啊 就像现在这种特殊情况吧 就很多公司啊如果没有线上这个服务的系统的话啊 可以说啊 几乎就停工了 就没办法正常运行了对吧 就是再一方面啊就是也是这两年的大环境不好的原因吧 就很多企业他为了就是接生自己的人类成本吧 他会把原来的这种公司的什么IT部门啊解散或者是 缩减规模吧 能外包的就尽量外包了啊 就慢慢的很多公司啊就不会为了公司的几个系统啊就是 养活一群的这个技术人员了 为什么说呀这个这个程序员的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公司成本啊他比一般的这个人员的公司成本也高太多了你想想是不是 不过怎么说嘛 这件事他是也算是一个一把双热剑吧 因为这件事啊也淘汰了一些公司 但是也有些有很多公司啊也是因为这件事一个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个新的机遇吧 总之来说吧 我估计啊经过就是这件事以后吧就是很多老板可能对未来就是可能 更加担忧了吧 因为甚至然后有些老老板就是他想躺平了的你知道吗 让很多这个老板感到担忧的是就是 他的未来的公司的发展就是有些不确定性 就说不定哪天后可能因为某一件事啊可能也导致关门呢 所以你看我说是有些更新的样子啊 然后就已经有提到的一个老板提供的了